我的这两盆六月雪小盆景买回来快半年了 这半年的时间里我都没怎么去管它 只是偶尔给它浇浇水 它就长得这么好 所以如果你喜欢盆景的话 建议从这个六月雪入手实在是太好养了 但是盆景我倒不希望它长得很快 长得快的话 就会把它整体的这个造型给破好掉了 你看这里长得这么高 所以现在我不得不来给它稍微修理一下 让它达到我想要的形态 像这个长得这么高的枝条 有两种处理办法 一种就是按照它之前的轨道 这样给它稍微绑一下 这样绑一下让它长过去 但是我觉得之前的枝条已经够多了 我就不要给它直接剪掉 这样是不是好看多了 然后再把里面的杂草给它拔掉 不要抢营养 这个三叶草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到处都是 这一盆的话 现在就不需要给它修建 大家有没有发现 新长出来的这个枝叶整体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 等这个新长出来的这个枝条 如果实在是太长了 再给它剪 这个枝头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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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